- 投資朋友歡迎收看台語導覽秀 - 讓我們是投資 一起變達人 我是佑廷浩 - 歡迎今天我們的語談來賓 總經專家蕭光哲 - 蕭老師來到我們現場 - 哈囉 投資朋友大家好 - 我們看到在過去幾個季度 - 的確經濟形勢是不斷惡化當中 - 事實上目前所公布的經濟數據 - 也很難去確認說現在是不是到復甦期 - 感覺衰退期才走到中斷而已 - 但問題在於資產價格的炒作情緒已經完全回歸 - 我們看到在過去幾個交易日當中 - 除了標普進入到技術型牛市 - 我們看到系統單的這種技術型買盤 - 其實有蠻明顯的回歸 - 而且美國股市的五大投行當中 - 最近高盛和美銀都開始陸續調高了 - 對於標普開指數的目標價 - 其實我們很清楚 - 去年年底的時候 - 這些投行大部分的目標價對於標普開指數 - 大概就在四千年左右 - 沒有特別高 - 但高盛這一次開了第一張調高到四千五百點 - 這是不是說明市場上的追價意願 - 隨著這些機構上的調升 - 未來可能會更加的踴躍 - 反倒要擔心高歸理的區間 - 尤其目前通膨水平可能會對於下半年的經濟 - 產生新一波的隱憂 - 即便大家漲得多 - 覺得回答可能開了第一波的財報 - 可能付出隨即將到來 - 但通膨的問題要怎麼解決呢 - 1970年代的停滯性通膨會不會重演呢 - 今天來跟蝦老師做一些請教 - 我先問一下蝦老師 - 因為我們錄影時間隔天 - 就明天13號、14號 - 剛好是Apple NC利率結束會議 - 那市場都從Feedwatch看得出來 - 大家都認為六月份不升息的機率是很高的 - 可是按照邏輯 - 現在資產價格炒作情緒來得這麼明顯 - 標普都已經拉了八個月進入到牛市氛圍了 - 如果是從技術型牛市的角度來做觀察 - 如果這一波不想要讓通膨如此下行速度緩慢的話 - 現在聯運團不是應該要加緊升息嗎? - 為什麼大家都認為六月份有可能不會升息呢? - 因為整個環境上的關係啦 - 就是說如果說他從這個0.25直接升到5.25% - 已經升了5%了 - 那一般來講這種利率的升高 - 貨幣政策的這種施展他會有延後性 - 所以他可能就是升了一年之後他先看一下 - 我這大幅度的升息 - 接下來市場的一個這種影響性到底是怎麼樣 - 那如果說我可以控制到通膨確認了 - 那我可能就是先觀察一下啦 - 萬一沒有控制自我再繼續往上升 - 大概目前是採取先做過去所升息 - 這一些幅度對於市場的影響 - 那我們解讀之後呢 - 如果需要再升他再繼續升 - 大概以這樣的角度 - 夏老師這一句話很重要 - 因為其實如果我們細看去年通膨的最高點 - 其實並不是發生在二季度 - 去年通膨的最高點其實是發生在三季度 - 核心通膨是三季末才見高點才見到 - 所以你要看到通膨有那種非常顯著的機期的下滑 - 可能也要等到三季度 - 按照機期效果年增率才會下滑 - 但現在的問題在於 - 我們看到最近不管是工資水平 - 或者租金價格仍然在持續衝高當中 - 那我們假設六月份真的可能暫停升息 - 當然不是停止升息週期啊 - 暫停升息之後啊 - 蕭老師認為七月份八月份 - FOMC會議下半年還是很多啊 - 有沒有可能再度回到升息週期呢 - 還是說可能就維持在這個高利率一直到年底呢 - 我認為它最多大概暫停個一次到兩次了 - 接下來就會再繼續升 - 因為我們最主要的關鍵是在通貨膨脹 - 那以通膨來看它有三大因素 - 它不是我們光看到的所謂CPI - 它包括所謂的工資啦 - 租金啦 還有物價 - 其實它是三個螺旋性的一個東西啦 - 那現在最近CPI有往下降 - 最近連續九個也往下降了嘛 - 它主要是在於油價的一個關係 - 因為油價占CPI的比重非常的高 - 但其他油價沒有影響到的就是工資跟租金嘛 - 那這兩個因素持續在往上衝高 - 所以如果說以聯準會來考量的話 - 我可以因市場的一個 - 我先觀察一下我過去所調的一個 - 這個升級幅度對於物價的影響性啦 - 但是呢可以確認是工資跟租金 - 我都沒有影響到 - 啊沒有影響到呢 - 我只影響到一個因素 - 因為這個因素的影響性也又開始啟動的話 - 那我就不得不再延續這個升級循環嘛 - 那如果是從美國五月份的CPI來觀察的話 - 其實從月增率其實還在增幅增加當中 - 而且從工資水平來看 - 最近勞動力緊縮的狀況還是很明顯啦 - 你看今年元月份科技業已經裁員裁了多少人 - 但目前失業率頂多就上行到3.7% - 那這種狀況它要怎麼導致真實的工資水平 - 能夠有顯著下滑 - 因為你剛才提到核心通膨就看租金和工資水平嘛 - 那最近租金價格又在衝高啊 - 啊工資水平下不來 - 那下半年聯準會的壓力不就特別大了嗎 - 因為一方面是高通膨 - 一方面我們都很清楚 - 美國真實的景氣的下行週期 - 其實是在第三季到第四季 - 進入到衰退的階率是比較高的 - 那你認為聯準會怎麼來做抉擇 - 我認為現在就是已經 - 實質上已經進入到所謂停滯性通膨啦 - 停滯性通膨這種東西 - 因為現在整個經濟成長率一直在下滑 - 而且面臨到一個要進入到衰退的一個邊緣 - 那也就代表現在經濟確實還沒有在成長 - 那通膨那物價又不斷的一個上漲 - 那這種停滯性通膨在 - 如果說我們研究過所謂的總體經濟的一個角度來看 - 它是一個非常麻煩的狀況 - 那這種麻煩的狀況你不可能在短期之內 - 就因為你升了利息 - 然後它就解決掉 - 這是不可能的 - 那這種停滯性通膨裡面有個兩三年 - 是不太可能解決啦 - 那簡單來講 - 大家在關心所謂的 - 所謂的CPI好這個物價指數 - 你看的是年率 - 但年率我認為它不是這些央行主要的參考 - 它主要是看月率 - 因為我們實質上就是 - 如果說你每個月的物價都比上個月高 - 代表的就是物價一直在漲 - 只要每個月都比上個月高 - 就代表物價還是在漲 - 那年率呢 - 年率因為有比較激起的關係 - 所以它要跳上跳下 - 這個就比較不具參考性了 - 所以我們來看 - 你現在這個上個月的美國的月率的話 - CPI月率是0.4 - 0.5是一個關鍵 - 如果說達到0.5之上 - 你去算一下 - 如果每個月平均 - 這個物價上漲0.5 - 一年上漲多少 - 每個月上漲0.5 - 是直接乘以12嗎 - 如果直接乘以12是6%嘛 - 對 - 但因為它是12次的負利率 - 對 - 所以大概接近8% - OK - 接近8% - 好 一年的物價上漲8% - 那嚴不嚴重 - 它非常嚴重喔 - 所以如果說 - 我們看 - 如果說 - 這個禮拜二要公告這個CPI嘛 - 這是最近5月份的CPI - 如果說5月份的CPI - 它如市場預期是 - 在0.4之下再往下掉 - 它可能6月份 - 那這一次的升息就會暫停 - OK - 如果跟市場預期的不一樣 - 它衝到0.5之上呢 - 它可能就不會暫停 - 它可能就會繼續升 - 好 這是在關注的一個重點 - 那我們談到就是說 - 包括工資還在持續 - 我們看一下上一張 - 那個工資每個月都至少0.3在往上衝 - 它完全沒有放反過 - 那租金也還在往上衝 - 所以這三個因素 - 現在我們大家關注的 - 只是在所謂的物價CPI的部分 - 但其他兩個還是他們 - 這些聯準會來央行 - 再關注的一個重點 - 所以以這三個因素來看 - 除非工資也開始不再增長 - 租金也開始不再增長 - 它才代表統統真的控制住 - 因為物價的變動 - 它的這種變動是很快的 - 而且它要形成一個趨勢性很難 - 反而工資跟租金 - 如果一旦停止上漲 - 開始往下降 - 它就會形成一個趨勢 - 但是現在這兩個因素都沒有看到 - 那我們來看 - 過去40年其實都沒有發生過通膨 - 它只是這種 - 比較 - 這種 - 波動 - 這種 - 我們看一下這個是 - 紅色的是所謂的物價指數 - 這個CPI的部分 - 通膨率 - 那藍色的是所謂聯準會的利率 - 那過去40年它就是逐漸再往下 - 逐漸再往下 - 都沒有往上傳升過 - 那這一次呢 - 它跟40年前這一次的通膨是相當像的 - 那我們回過去 - 回過去40年前 - 當真的發生通膨的時候 - 一次衝高 - 不代表結束 - 回下來不代表結束 - 它還會再衝 - 下來不代表結束 - 它還會再衝 - 那現在只是第一個階段 - 第一個階段 - 它不代表你這個階段出現 - 回下來就代表已經結束 - 這個機率很低 - 因為通膨它有所謂的僵固性 - 而且它的延續性 - 它的力道是很強的 - 不可能說你一次衝高 - 回下來就正式結束了 - 這邊我想過去的歷史經驗就很明顯 - 那過去呢 - 這邊有稍微彈起來 - 又往下落 - 它只是在一個下行的一個波動 - 它沒有像這一次 - 它真的像四年前那種通膨的狀況 - 那我們就回過歷史的一個角度來看 - 你要讓通膨有一個明確的往下落的話 - 它其實呢 - 利率要高過於通膨一個大空間 - 實質利率要產生比較大幅的實質增率 - 產生一個比較大幅的實質增率 - 它才會壓下來 - 產生一個比較大幅的實質增率 - 才會往下 - 那這前兩次是因為通膨率就往下降了 - 所以它就開始降息 - 通膨率要往下降 - 它就開始降息 - 所以它沒有成功的把通膨解決掉 - 這一次呢 - 它維持了比通膨高了兩年的時間 - 通膨再往下掉了 - 它都不降息 - 還維持在高檔 - 長檔要兩年的時間之後 - 它才開始降息 - 所以如果說這一次 - 你要確認這個通膨已經解決了 - 至少要看到這個所謂的基本利率要高於通膨率有一段的空間 - 然後維持一段期間之後才能夠確認這個通膨解決 - 但是現在呢 - 現在它只是來到持平 - 那你就代表 - 其實聯準會現在升息的力度還不夠 - 它只是寄望 - 會不會通膨率繼續往下掉 - 如果再往下掉一段期間 - 那就代表變成實質增率嘛 - 所以我想它暫時停止升息 - 它在觀察接下來通膨的一個變化了 - 那我們談到這個幅度 - 我們剛剛談到會不會這個六月份它停止升息 - 我們從上個禮拜 - 上個禮拜原本停止升息的澳洲跟加拿大 - 為什麼又開始升息 - 就我剛剛談到 - 他們看的是所謂的通膨的月率 - 而不是看通膨的年率 - 因為如果說你每個月 - 例如說以澳洲來看 - 你每個月如果說都比上個月的物價要高出很多的話 - 那代表物價就持續漲 - 那通膨的所謂年率 - 年率它倒不是他們評估的標準 - 我們就很實際嘛 - 你去市場買菜 - 今天的菜價比昨天高 - 明天的菜價比今天高 - 後天的菜價比今天高 - 就是代表價格一直在漲 - 物價一直在漲 - 那為什麼停止升息之後又開始升 - 就是因為它這邊有連續兩個月的預率下降 - 降到0.5嘛 - 0.5那它就可以稍微開始做一個停止升息 - 但是後來又衝上去了 - 衝上去之後它只能夠再升 - 那像加拿大也是一樣 - 我們看一下下一張加拿大 - 加拿大因為有兩個月 - 兩個月它掉到0.5之下 - 所以它就沒有再升嘛 - 但是上個月它衝到了0.5之上 - 所以它就必須要再升 - 所以我們就評估就是禮拜二的美國CPI月率 - 如果是盧市長預期的往下掉 - 那應該6月份就會停止升息 - 所以這是短期上聯準會是否再升息的條件 - 不過我剛才聽您這樣講 - 感覺好像依稀把整條利率輪廓給說清楚了 - 第一如果聯準會它的升息態度不夠堅決 - 並沒有根據這個月增率來做即時的調整的話 - 那很有可能就是1970年代您認為的停止性通膨 - 但如果它實施持續的高強度的利率政策 - 讓我們剛才所聊到實質利率可以不斷的擴大 - 這個時候對經濟傷害也是很大的 - 所以就看它要不要像1980年代的沃爾克 - 一次把利率調高之後讓股市經濟一個比較嚴峻的經濟甩腿 - 之後再來走到一個復甦格局 - 那你覺得我們問一下你對中長期的想法 - 你認為接下來的路徑大概會往哪個方向走? - 我認為這一次FED它還是不敢那麼積極的做 - 他如果敢那麼積極做 - 這一次它就會直接調到執政率 - 而不是到它的一個這個實質利率跟通膨率的交叉點就在猶豫了 - 所以兩種邏輯 - 一個是把利率調高到遠遠大於通膨 - 另外一個是調到一定高度之後等通膨自己下來 - 他現在的態度是這樣 - 現在你只會感覺是我等你下來好了 - 有點怕怕的感覺 - 那有沒有可能是因為銀行的問題 - 或者金融系系統的質疑 - 我認為在以美國政府的態度 - 可能對於美股它還是比較顧忌它 - 它漲了那麼多它要顧忌什麼呢? - 我就不懂嘛 - 就是說如果說你真的要讓通膨下來就是很簡單 - 你讓經濟下落,股市下跌,通膨一定解決 - 大家看現在又要顧著經濟顧著股市 - 然後又想要通膨自己降 - 我想這個邏輯是不通的 - 所以可能聯準會自己正在走一條錯誤的道路身上 - 好 那我們本週其實不只是聯準會的FOMC - 我們看到不管是歐洲央行ECB - 或者日本央行BOG - 都會持續的發表他們的利率政策 - 那日本央行其實很好猜測 - 日本央行應該就是持續寬鬆 - 可是歐洲央行的問題就很至關重要了 - 我們都很清楚 - 歐洲本坡受到物額戰士的通膨影響 - 它的影響程度是比美國還要來得大的 - 那歐洲央行在這一次7月份 - 也有機會暫停停止升息嗎? - 歐洲央行不會 - 因為我們看整個歐洲央行的所謂CPI月增率 - 都一直維持在0.5之上 - 除非它降下來 - 除非它繼續降到0.5之下 - 這裡就是過去為什麼 - 美國聯準會就是在考慮要不要停止升 - 但歐洲很堅決就是 - 我就是要繼續升 - 因為它的月率一直維持在0.5之上 - 這種比較高度的一個物價的上漲狀態 - 所以歐洲央行老實說 - 你看前幾年它已經長期的保持在負利率了 - 這一次是因為一個通膨問題才拉回到正利率 - 那就值得觀察了 - 假設如果未來核心通膨真的受到非常顯著的前置 - 但問題在於 - 我們看到原物料價格在過去一年的走勢 - 算是蠻顯著的下行區間 - 雖然近期有一些反彈 - 可是權重比較大的原油價格 - 仍然在持續破底當中 - 那我值得觀察 - 因為這一次的破底 - 並不是我們看到的供給大增破底 - 是供給不斷OPEC減產的過程當中 - 原油卻不斷的下行 - 那我們從原油價格的走勢 - 又可以得到哪些借記 - 是需求再衰退 - 還是通膨真的受到明顯的抑制了呢 - 我的觀察 - 因為很明顯就是 - 過去這段期間 - 美國這個站位出油賣了2點多一桶 - 它原本這個不是產出的部分 - 它兩億多桶都拿出來賣 - 那它就造成什麼 - 市場上如果說你這個需求是固定的 - 也沒有解釋 - 但它突然增加了2億多桶的一個原油的供給 - 它一定是對於這個油價有一個打壓的效果 - 那你壓抑油價就會美化到所謂的CPI PPI這種通膨數據 - 因為它佔這個比重很高 - 那目前就是來看的話 - 我們不管說需求會不會往下降 - 如果說經濟衰退需求是會往下降 - 但是這個需求下降的幅度會有多大 - 你這個所謂的經濟成長 - 就算你衰退5%就很嚴重了 - 對 - 如果衰退5%就很嚴重了 - 台灣經濟一季度衰退了3% - 對啊 - 那這個衰退5%就很嚴重 - 那衰退經濟需求衰退5% - 你原有需求減少5% - 那有什麼影響 - 其實影響不大 - 其實它主要是在有一些刻意的 - 在壓抑油價的一個動作 - 那現在如果說美國也已經 - 戰備出油賣2億多桶 - 也沒有多餘的戰備出油可以再來壓油價了 - 但現在慢慢要稍微就回補了 - 那所以這個油價的一個下落 - 力道就會減輕 - 所以即便未來可能景氣往衰退的方向走 - 原油價和可能相對的低點已經看到了 - 對 它應該是沒有那種刻意的壓盤 - 應該就是下不去了 - 而反而要去留意 - 萬一沒有這個多餘的籌碼去壓油價了 - 萬一油價開始往上走 - 這油價如果說沒有刻意的壓盤 - 我認為它目前在這種物價萬物皆漲的環境中 - 它維持在100上下是一個比較正常的水位 - 那等於水平 - 那這一段是刻意的再往下壓的一個物價 - 夏老師提到一個重點 - 目前從核心通膨來看 - 你像是工資水平或者從租金水平來看 - 目前僵固性還是很高 - 但是原油價格是受到比較政治性的打壓的影響所致 - 的確你剛才提到說 - 其實如果撇開雲又不看的話 - 很多大宗資產價格又重新回到上行回到 - 這說明本輪的資產炒作 - 它其實是從股票市場有一點外溢效果的 - 對於大宗資產也有所拉抬 - 所以你所認為的經濟衰退 - 並不是屬於那種通俗式全面物價緊縮的衰退 - 反而是停滯性通膨的衰退 - 物價在上漲 - 但是股票市場必須要做回跌嗎 - 我的看法 - 股票市場會不會回跌 - 當然跟整個市場投資人的情緒有關 - 如果你很樂觀的時候 - 沒有人願意賣股票 - 大家都想買股票 - 那股票市場就很難跌嘛 - 但是如果說你這個情緒這種期待 - 萬一哪一天出現了變化 - 大家都開始覺得要賣股票了 - 人家不敢買股票 - 那個時候股市的跌就會很重 - 那我們看的是 - 這一段期間 - 其實為什麼這個黃金掉下來 - 它沒有實質需求 - 黃金有實質需求 - 沒有嘛 - 在一段期間 - 因為大家理解這個所謂的 - 銅膨在往下降了 - 所以它下來 - 後來發覺 - 不是啊 - 這個物價都還在漲 - 所以它又漲起來 - 又創新高 - 白眼也是一樣 - 經過一波的這種比較 - 炒作性的一個漲勢 - 結束之後就會掉下 - 掉下來 - 大家看看 - 物價都在漲 - 銅膨環境不變 - 所以它又上了 - 所以如果以這個邏輯來看 - 油價呢 - 如果說外幕都在漲 - 現在所有物價都沒有任何鬆動 - 都還在漲 - 如果這個價格都這麼高 - 那你原油這麼重要的一個物資 - 排除掉這種刻意的打壓 - 它會回到它應該要的一個位置 - 萬一油價真的回到一百美元之上 - 我們所現在看到的CPI、PPI - 這種持續往下降的態勢就會消失 - 它就會開始隨著油價上漲 - 又反應上去 - 反應上去 - 我們剛剛談到了 - 如果CPI不在降 - 物價不在降 - 又開始創高 - 工資跟租金還在往上創高 - 那就代表通膨了 - 它就會再往上去揚 - 蝦老師可能預測的未來 - 可能是一個物價通膨 - 但是消費緊縮 - 消費通縮的時代可能會來臨 - 不過我們現在拉回來 - 聊到資產價格的表現好了 - 至少我們從股票資產的表現 - 來看的話 - 好像市場上 - 完全沒有把蝦老師的話放在眼裡 - 我們台北股市最近是不斷的晉升資產價格的炒作 - 這一波已經不是單純的 - 我們看到家權和貴買的人動了 - 我們看到不只是貴買和家權 - 在過去幾個禮拜 - 是不斷的拉盤創高 - 最近已經要- 即將要攻破萬七了 - 可是現在的關鍵點就在這邊 - 因為事實上大家都很清楚 - 當時市場的天量是集中在2021年中旬 - 台積電衝到600塊以上的時候 - 當時的天量都是5000億6000億的成交量持續的推升 - 雖然最近量能有一點回歸 - 從前幾個月的一兩千億到現在兩三千億了 - 嘗試的進行拉盤 - 那這一波推升到什麼樣的力度 - 才會發生你剛才所提到的 - 大家意識到好像消費沒有起來 - 但是物價卻不斷的上漲 - 形成的利率承壓呢 - 我的觀念就很簡單 - 我們就回憶一下 - 為什麼這邊會爆出這麼大的成交量 - 就代表17000點它有實質的壓力 - 要不然這邊不需要用這麼大的成交量 - 才能把壓力克服再往上走 - 那既然這邊17000點這附近 - 之前需要這麼大的成交量去把壓力化解掉 - 才能在行情往上走 - 但是它上去之後變成反轉 - 反轉這邊變成是套牢 - 那你現在如果說大家又開始樂觀的 - 還會認為股市要漲 - 大家一直往上去拱 往上去買 - 遇到這個位置它同樣會有壓力漲 - 會有壓力漲 - 所以你必須要有更積極的買盤 - 更積極的買盤 - 把這一邊套牢的這些籌碼 - 把它化解掉才能再往上走 - 所以現在很簡單 - 就是說你現在看不到比4000億還要更高的成交量 - 它實質上要去克服這邊的壓力就很難 - 那我們後續就去觀察 - 如果說有更積極的成交量可以去克服這邊的反壓 - 有可能這個行情會轉多 - 就技術面而言 - 那基本面來看是完全沒有啦 - 基本面來看完全沒有 - 不管是以台灣的外銷訂單 - 所謂的工業生產 - 還有什麼景氣對色信號 - 其實都持續在下滑沒有任何好轉 - 那你就從技術面去就解讀嘛 - 如果說連技術面都達不到 - 那基本面根本沒有那個條件 - 那你可能就要去小心 - 好來到那種一個高風險的位置 - 你就要盡量保守緊張 - 不過你說要來到2021年那種5千億6千億的量 - 它其實是要有整體貨幣政策的背景的 - 如果你市場上並不是持續在降級或者寬鬆格局 - 那其實那種量是很難出來的 - 現在還在幾座格局啊 - 所以其實蕭老師的話 - 大家的態度也很明顯了 - 那我們聊一下最後一個問題好了 - 其實市場上其實現在比較擔憂的利空 - 但是似乎因為債務上限才剛過 - 大家好像沒有意識到這個利空啊 - 這是流動性的問題 - 其實在去年下半年的時候 - 市場債券的流動性問題其實非常嚴重的 - 尤其不斷的縮表 - 我們看到當時對於債券價格的成壓非常顯著 - 也一度影響到股票資金的回流 - 現在美國的N2已經是負增長了 - 代表市場的資金真的是在回流央行系統當中 - 可是資產炒作仍然持續存在 - 那我們要怎麼理解 - 資產價格在創高 - 但是流動性在未來越來越嚴重的情況底下 - 到底哪個人或者說到底是流動性的方向錯了 - 還是股價漲錯了 - 我的看法是市場非常樂觀 - 而且操作做多股票的意願很強 - 對 - 但實際上呢 - 你那個後面可以支撐的東西越來越少 - 可以支撐的東西越來越少 - 那你這種情緒性的樂觀跟情緒性的一個操作 - 如果說沒有足夠後面的油量不夠 - 就是說你開飛機你衝得很高了 - 如果看到你油箱的油一直在吵 - 一直在吵 - 它遲早會墜機 - 這個是一個基本邏輯 - 那以到七月份來看 - 整個下半年在流動性的緊縮它會越強 - 一個關鍵就是美國通過那個暫時解除 - 就是債務上限嘛 - 所以呢 - 從下個月開始呢 - 應該這個月已經開始在發了 - 新債 - 下次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- 因為正常的邏輯喔 - 債務上限通過之後 - 那拜登政府就有錢啦 - 他就可以花錢啦 - 財政支出可能會助長通膨呢 - 而且有可能會刺激消費啊 - 但真實邏輯並不是這樣 - 因為他們這次協商通過所謂的債務上限 - 民主黨它主要所謂的主張就是加稅嘛 - 開源 增加稅收 - 來解決目前的財務困境 - 那共和黨它主要就是要你截留 - 要你縮減支出 - 現在商議的結果 - 都算是緊縮啦 - 對 - 就是一方面要開源增加稅收 - 一方面要截留減少支出 - 那你現在通過所謂的債務上限暫時解除 - 它為了解決燃眉之急 - 因為很多債券要到期了 - 如果沒有新的裁員出來 - 那有債券沒辦法還 - 會出現債務委員 - 所以它這一次所發的新債 - 是為了要去還舊債 - 還這些到期的債券 - 我必須要支付利息啦 - 必須要去支付這個債券的本金啦 - 所以它不是用來去增加你的支出 - 因為它接下來就是要縮減支出嘛 - 啊我是要解決燃眉之急 - 我要把這些到期的債券 - 讓它不違約 - 我有錢可以去還 - 所以等於是發行了更多的債券 - 把債券拋售到市場上 - 把市場的現金資金量給收回來 - 反而是流動性緊縮的現象 - 所以整個下半年 - 除了說FED每個月的這個縮表持續啦 - 再加上美國財政部要發行超過一兆美元的一個 - 這個所謂的新的債券 - 他們同步都在做一個市場資金的一個收回 - 所以流動性在下半年它的一個緊縮性會很強 - 所以摩根大通在上禮拜就提到說 - 今年夏天會是從雷曼兄弟時代風暴以來 - 美國最嚴重的一個資金的一個緊縮動作會開始形成 - OK 所以市場的錢會越來越少 - 但這一波錢越來越少 - 股價卻持續在上漲 - 就代表有一個人錯了 - 不過我們最後來聊一下好了 - 等於就是說對於長期而言 - 到底台北股市是不是萬七五萬 - 其實蕭老師的態度在今年下半年已經算是蠻明顯的 - 我們聊個短期的角度好了 - 就假設好了 - 市場上的情緒炒作就是不斷熱情持續的發酵 - 如果真的攻破了萬期 -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以來做一個短多嗎 - 如果要挑選個股的話 - 可以針對高低機器來做選擇嗎 - 我是認為如果說你是在做短線的操作 - 沒有反轉之前你就去操作 - 但是你是一個停損點 - 但如果說你以投資的角度來看的話 - 我認為這個位置是不適合投資的 - 但如果說你想要採取 - 先去投資一個未來 - 就是說你拉長角度三五年來看 - 你現在想要去做購買投資的話 - 那我都是認為現在已經題材發酵到非常 - 很熱情的 - 那股價已經衝到很高的 - 你就不要在這個時候進場去做投資 - 例如說你看好AI - 看好AI 但是它已經漲這麼多 - 例如說台灣的指標股的創意 - 它已經拉到這個位置了 - 你看好AI你要去投資 - 你不需要在這裡去買 - 你等它股價該有的修正完成之後 - 你再去買 - 如果說你現在想要去做投資 - 我們就比較兩個商機 - 它是AI商機 - AI商機初期是什麼 - 初期你是要去投資的 - 它不會有任何效益 - 就是說你要增加資本支出 - 你要等到AI可以產生一個收益 - 讓它的公司可以賺錢的話 - 你可能要等到至少五年後 - 它是未來十年的一個 - 比較大的一個趨勢 - 那我們比較就是說 - 例如說像LED - 現在是沒有人看的 - 那股價在很低的機器 - 它的商機是所謂第三代顯示器 - 因為我們現在的第二代顯示器 - 還是液晶啦 - 液晶面板 - 液晶面板它需要背光源 - 所以現在這些液晶面板 - 它的背光源就是幾十顆的白光LED - 去做背光源 - 接下來它要進入到第三代 - 第三代就是直接用LED做顯示器 - 它不用液晶面板 - 那它就是直接 - 如果說以現在的液晶面板 - 白光LED做背光源 - 大概幾十顆就夠用了 - 但是你如果要直接用LED - 去做成一個顯示器的話 - 它可能要幾千顆甚至幾萬顆 - 所以它的需求是 - 可能幾百倍甚至上千倍的需求 - 它的增長會出來 - 那這個商機什麼時候會發酵 - 我想大概兩三年後就有可能 - 它的時程反而比這個AI還要快 - 還要快 - 所以你現在以這個角度來看 - 如果說你想要去做投資 - 與其你去買那個現在大家在熱炒的 - 股價炒到很高的 - 不如去留意這種在低檔的 - 後續它的商機有可能比AI還要快 - 但是不代表它們現在就會漲 - 就是說以投資的角度 - 如果說你拉長視線來看 - 你去算一下時程 - 現在去壓寶這個所謂的 - MicroLED這種第三代的 - 所謂顯示器的一個商機 - 比你現在去壓這個AI商機 - 它收益的時效會更快一點 - 世界很複雜 - 但是蕭老師的投資策略很簡單 - 我覺得我們從錄影以來 - 你的態度對於總經的形式 - 從來沒有改變過 - 當然蕭老師不是一味的看空 - 它是一群的景氣周期來做判斷 - 總有一天 - 當景氣衰退到極端值之後 - 蕭老師一定會針對當前的局勢 - 來展開復甦期的推演 - 只不過蕭老師認為時間還沒有到 - 那就讓時間去證明吧 - 當然投資朋友更多的興趣和想法 - 也可以加入蕭老師的Teregram或者LINE8 - 事實上我們觀察到在今年以來 - 台北股市是驚驚漲 - 但是景氣指標是持續惡化當中 - 總有一項指標是走錯的 - 但時間它會告訴你一切 - 提供給投資朋友多做一些參考和留意 -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-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加分享 - 我們就下一期台股答案秀再相見 - 袁夏老師感謝各位 - 歡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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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